99年的实话 我陆续看到了大量关于破碎虚空的介绍 它是由志冠旗下的北斗星工作室开发的 志冠在当年是非常强大的发行商 每年都有数个作品问世 那段时间关于破碎虚空的介绍 可谓是铺天盖地 据说它不仅游戏性出色 还拥有极其炫酷的全3D画面 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 90年代 我们对于3D的定义比较的模糊 像天珠半条命那样 全多边形构筑起来的作品 我们叫3D游戏 而像FF7那样 用静态CG做背景 外加3D多边形人物的游戏 我们也叫3D游戏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类似破碎虚空那样 无论背景还是人物 全都是用3DMarks拉出来的PC端游戏 在宣传文案中 一般也会自称为3D游戏 因为那个年代 3D和2D的界限就是很模糊的 破碎虚空在宣传阶段 展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漂亮 又是通过皇义著名的武侠小说改编 很快就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关键是它有足足4CD的容量 可是只卖49元 这个定价比盗版也贵不了多少 实在是个不可思议的低价 老孙我当时看到它的各种宣传和定价后 当然也是很心动的 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开店 一有时间就会去逛城里 其他的那些电脑公司和游戏店 有一天路过青鸟软件 这也是平时最常去逛的店之一 刚好看到老板娘 在桌上放了两套新游戏 第一眼我就知道肯定是破碎虚空 她的美术风格实在是太醒目了 跑进去一看果然没错 青鸟的老板娘 本身也是从小玩游戏长大的 看到我想买破碎虚空后很得意 说她是全南通第一个到货的 而且就只剩下两套 其中的一套 她还准备晚上自己带回去玩 因为看了各种宣传资料后 她对破碎虚空也很心动 我当时心头大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赶紧付了49元 把这个大宝贝抱回了家 破碎虚空是一款在安装阶段 就让我惊喜不断的作品 如果选择完整安装 竟然需要1.5G的硬盘空间 而最小安装也需要700兆 当年我的硬盘容量是2.1G 这已经算是很大的硬盘了 可是面对1.5G的安装空间 也是无言以对 最后没办法 只能选择700兆的方式安装 这意味着切换地图的时候 读取时间大幅增加 可是没办法呀 700兆已经是听我的硬盘捉襟见肘了 安装完后 很快迎来了第二重惊喜 那就是卡顿 这种卡顿从标记画面就开始了 当初在宣传阶段 破水虚空最大的卖点就是战斗场面的华丽 因此在标记画面上 不断重复的都是各种战斗场面 那时候我的电脑内存可能是16MB 也可能是32MB 几乎太轻了 反正不算小 可是这些战斗场面却卡成了幻灯片一样 当时心立刻就凉了呀 标记画面里展现出来的场面 跟真实游戏底的肯定没差别呀 现在就已经卡成这个熊样了 真的玩起来岂不是要命 事实跟我想的一样 游戏里的战斗不仅频繁 而且卡顿的程度比标记画面还要严重 第一个迷宫 我就被卡到根本进行不下去了 每一个动作都像幻灯片一样还怎么玩 无奈之下只能放弃 把它扔进了书柜一角 不过家用电脑的性能一直在快速发展 两年后 我的电脑全面升级 更换了更大的硬盘 更快速的CPU 以及更多的内存 说起来好笑 在新电脑到家的第一天 我首先想到的便是破碎虚空 就用这个两年前 卡到根本无法运行的神座 测试一下新电脑呗 破碎虚空的故事发生在南宋末年 此时的蒙古铁骑已经踏遍中原 宋军彻底溃败 但是武林人士的抵抗从未消停 大侠韩宫渡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联络了阴柔手田过客 毛宗直立行 双掘拐毕空琴 横刀陀陀 以及年轻的高手传音等江湖上最顶尖的存在 意图闯入一座名叫金燕宫的古代宫殿 蒙古军在宫殿的周围驻扎了重兵 因为据可靠消息 金燕宫的地宫里头有两大宝贝 一个是岳飞留下来的兵法书《岳策》 另一个令双方都垂涎三尺的东西叫做战神图路 据说只要参悟了图上的武功 就能够超脱生死踏破虚空成仙 两样宝贝是不同时期的产物 却都阴差阳错的存在于金燕宫里 韩宫渡一星人希望拿到他们 蒙古人也希望能够拿到 一直在研究进入地宫的方法 几个爵士高手在小木屋里密绘画 开启了前往金燕宫的真城 这同样也是游戏的开篇 小说的男主只有一个 就是这群人当中最年轻的那位高手 传英 毫无疑问 他也是游戏的唯一男主 这里有一座叫《流马镇》的小镇 可以买卖一点最基本的武器道具 以及熟悉熟悉操作 当初杂志上 宣传图里的游戏画面确实很抓人眼球 可是真正自己玩到后 感受却是一言难尽 所有的物体周围 都有一圈巨大的黑边 这是因为当年技术力不足造成的 在不少游戏里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剑侠行游2》里头 物体周围同样有一圈黑边 只不过没有这么巨大而已 90年代的很多游戏 场景里的物体都很散乱 有明显的拼凑感 比如绝代双胶的一代和二代 鹿顶记二 新一天图中记等等 但破碎虚空画面的散乱程度 拼凑程度 可以秒杀上面提到的任何一款作品 它场景里的绝大多数物体都没有阴影 导致看上去就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 满大街都是身穿各种大红 大绿大紫色衣服的NPC 跟奇特的场景配合在一起 说不出的诡异 对话框核不品蓝的周围 镶嵌有巨大的龙纹金边 总让我想到景区里面拍照用的皇帝宝座 一般武侠游戏里 为了更好地让大家产生代入感 总会回避一些现代的东西 可是破碎虚空的右下角 直接摆放着一台电脑 并且这台电脑会从开局一直摆到结尾 小镇上有酒楼 有民宅 有仓库 可是我转悠了一大圈 用鼠标点遍了每一块地方 发现根本没有道具可拿 转了也是白转 人物走路只能朝固定的四个方向前进 以至于很难指哪走哪 主角经常会用魔鬼的步伐 像喝醉了酒一样前进 就像这样 但上面的这些问题 跟战斗系统比起来 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小事 出了流马阵 很快迎来了战斗 在宣传中 本作的战斗采用了一套半极式制的系统 这也是90年代中后期 RPG底最常见的模式 比如FF7和轩辕剑3里面 都是类似的方法 当进度条到头话 就会跳出战术栏 轮到我们操控的人物行动了 可是在破碎虚空里 当进入第一场战斗的时候 我就大跌眼镜 进度条呢 战术栏呢 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可是敌人却在不停地揍我 研究了半天 原来战斗确实是及时进行的 只不过根本看不见进度条 在预敌的一瞬间 就必须要开始拼命地按键盘上的G 也就是攻击键 才有可能抢在敌人出手之前 先给他来这么一下 血转 问题是即便如此 战斗起来还是超级困难 敌人的攻击频率那么高 界面又那么的不明确 导致我开局阶段是手忙脚乱 一场战斗结束后 甚至来不及吃药 新的敌人就又撞过来了 在他们的轮番轰炸下 很快就领了盒饭 这两女的是谁啊 她们念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去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 原来是白玉莲和高点镜 她们在原作里 跟传音之间也算是有一些交集 游戏里的地位则大幅提升 变成了两位女主 只不过此时 远远没到她们登场的时刻 只有在传音被打死的时候 会突然蹦出来念经 弄得我是一头雾水啊 很快敌人越来越多 还没有到经验宫 就已经如潮水般 一波接一波的涌过来 让我想起张信哲的老哥 爱如潮水 开个隐身模式 给大家看看 这个游戏里的敌人数量有多恐怖 这个内置的隐身秘籍 还是如今采集素材的时候才知道的 当年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啊 任何一款明雷系统的RPG 讲道理都是可以利用 飘逸的走位 躲避着敌人前进的 比如仙剑1 还有格兰蒂亚里的迷宫 如果我们不想战斗的话 那么可以用飘逸的走位 从怪的身边绕行 躲避掉至少半数以上的敌人 但是在破碎虚空里 这种操作几乎不可能 因为当靠近敌人的那一刻 船银的身体就像是被吸铁石吸住了一样 再也不能动弹分毫 眼睁睁的看着敌人撞过来 进入战斗 威操在这个游戏里 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 当年由于战斗实在太困难 我打了一会儿后 赶紧回程了一趟 准备用刚才打怪得来的钱 买点药品在他身上 这样应该能够轻松一点吧 结果跑到药店一看 哎不对呀 几种药品怎么都是限量供应的 买光就没了 当时心想 要不然去客栈睡一觉 也许第二天就又有了呢 结果睡了一觉跑过来 哇擦 还是空的耶 哎 我自己现实当中做点小生意 都知道每天补货 你这个药店卖空了就是卖空了 以后生意都不做了 那没办法 游戏里就是有这么诡异的设定 我只能边走边存档 并且打起120分精神 不然随时可能会挂掉 武林高手们闯经验宫的一段 是原作中最精彩 最让人热血沸腾的情节 面对茫茫多的门军 这些武林高手再怎么厉害 始终还是很难抵挡 更何况敌人当中 也有很厉害的人物存在 他们的统帅斯汉菲 就是个顶级高手 下面还有一众大将 经过空前惨烈的战斗 我方的大部分高手都战死 而能够进入地宫的 就只有传音一个人 游戏里并没有把这些 精彩分层的描述复原出来 但整体过程是一样的 传音破解了机关 掉入到地宫深处 并且在这里 见到了广城子的金身 他因为修炼了战神屠戮 已经飞升成仙了 随后传音也拿到了月策 以及见到了战神屠戮 武林高手们带着必死的决心 来到经验宫 就是为了这两样东西 原作当中 传音在地宫里面 唯一遇到的敌人 就是出去前的一头黑龙 但在游戏里 整座地宫热闹非凡 各种牛头马面在里面横行 这种黄色的怪 我以前叫他们忍者神龟 这种怪甚至连面容都是模糊的 放大了也看不清是什么鬼 破碎虚空的御敌机智卡相当诡异 每当碰到敌人的时候 连同附近区域的敌人 全部都会出现在战斗当中 于是经常能看到很壮观的场面 一坨形状各异的人类 动物 妖怪 乱七八糟的堆在画面的远端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跳过来扁男主 经常是被打到毫无还手之力 该摸偶尔是家常便饭啊 不停的被呲妈妈呼妈妈的声音 和这诡异的招呼画面洗脑 以至于两位女主还没有登场 我就早早记住了他们的建模 迷宫的尽头有个瀑布 根据之前的技术 跳进水潭后运弓必吸 应该就能够顺着水流离开地宫了 这里是有演出的 诶 是的 就是这么一跳 下一幕传音就已经离开地宫 出现在野外了 别看只是个跳跃的动作 这已经是整个游戏里 为数不多的演出效果之一了 蒙古军方的将领斯汉飞 一心要找到传音 派出大量的人马搜寻他的下落 而传音则需要赶紧前往 异军所在的地点 把阅策交给异军将领 希望会对他们接下来的行动起到帮助 其实斯汉飞最忌惮的并非阅策 毕竟宋军已经溃败 岳飞的著作再怎么厉害 也很难靠着一本书 就让大宋起死回生 反倒是战神屠戮 才是让他又忌惮又渴望得到的东西 毕竟是未知的神秘事物 传音修炼了屠戮之后到底会怎样 会有什么惊人的变化 斯汉飞也不确定 战神屠戮一共有49招 传音在旅行的途中 会逐渐将其一个一个的学会 学习的方法很怪异 可能是盯着某出的一滩泉水看了一会儿 就误出了一招 也可能是听村口的老王 讲了个故事 就误出了一招 还可能是经过某个路口的时候 突然灵机一动 就误出了一招等等 反正一路走 一路都在不停的增加武功招式 并且在随后的旅途中 结识了两位女主 也就是白玉莲和高点镜 整个队伍里总共就只三个人 连个替补也没有 实际上游戏里的一切都特别的简单 主角团就三个人 战斗的时候的快捷兰就这么一个 要做的事情就是攻击和吃药 反复循环 每名人物除了武器之外 就只能装备一件防具 根本不用思考装备搭配的问题 反正就两样东西 传音最大的敌人 除了四汉飞之外 还有蒙古国师八十八 英魁派的高手毕业精 以及武功深不可测的蒙赤行 原作里对于传音和八十八对决的描述 相当诡异 说两人实际上在千年之中 一直是命运纠缠体 一会儿是师徒 一会儿是夫妻 一会儿又是父子 反正每一世的生命线 总是会有所交集 八十八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而传音一直到准备跟他决斗 提刀上前的时候 记忆才突然苏醒 让两人一同陷入到千年的回忆当中 醒来后各自都是泪流满面 然后拥抱告别 八十八也不做什么国师了 直接回去隐居 当年读这段文字的时候 内心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感觉 哦 原来眼前的这个胖虎桑 孙目前似的老婆 至于游戏里嘛 就变成了一场普通的boss战 用实力击败他就完事了 两人几句对话后 八十八决定归隐 此后所有的演出都是这么的简单 打boss之前几句对话 打完boss之后再说几句对话 接着便又是无止境的迷宫之旅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 都是在走迷宫 要做的事情 永远就是不停的敲打键盘上的技 争取抢在敌人之前出招 无聊虽然是极其的无聊 但当年真正把我劝退的 是刚才说的那位鹰魁派的高手 毕业金 他的血量达到了夸张的五千 而且还会一直不停的回血 我必须用五级的技能 打在他的身上才会有一点反应 低级的技能打过去 通通都是闪避 这家伙的攻击力更是夸张 两招下去 我实在是想不到任何击败他的方法 反正游戏也不好玩 就放弃吧 如今为了做这期影片 不得不再次把他从头到尾打一遍 遇到毕业金的时候 依旧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使用了那只秘籍才过的 至于为了采集素材 重玩一遍这个游戏有多痛苦吗 相信看了影片的内容 大家也能感受得到 传音将阅策交到异军手上 可视异军的将领龙尊义 后期变得很昏庸 宠幸小人 疏远忠良 导致不战自破 小说也不可能将其逆转 但斯汉菲作为整部小说里的最大boss 最大的反派 他领河畔的结局显然是注定了的 小说里的传音历经艰险 在不断的修炼 以及跟蒙古军的对抗中 终于学会了战神屠戮的最后一招 破碎虚空 于万军从中取了斯汉菲的首级 然后策马一跃 踏破虚空而去 故事之此也就结束了 游戏里的传音 身边多了两位女伴 如果就这么踏破虚空而去的话 似乎有点不负责任 所以对结局进行了修改 后期白玉莲会被斯汉菲的手下 扔进易次元空间 最终面对斯汉菲的时候 传音的身边就只有一个高点镜 跟刚才毕业经的那场战斗一样 这场最终战的难度设定 也是极其的不合理 斯汉菲是无敌状态 任何招式打在她的身上都是无效的 正确的做法 是将画面上写的这个十个技能 挨个放过去 在放完最后一招的时候 传音就学会了最后一试 破碎虚空了 这也是唯一打在斯汉菲的身上 会有反应的招式 但问题是 游戏里的武功是需要经过修炼 才能够让等级逐渐提升的 斯汉菲这个家伙会回血 用低等级的破碎虚空根本打不动她 因为打的还没有她回复的快 必须要先修炼到高等级才行 在设定中 任何一种武功 从一级升到二级需要施展50次 二级升到三级需要施展180次 三级升到四级是300次 而四级升到五级则需要700次 也就是说我需要对斯汉菲释放1234次的破碎虚空 才能把这一招升到满级五级 而这仅仅只是这场战斗的开始 记得当年有本攻略 说在面对斯汉菲之前 必须把等级练至60级满级 并且一定要在战斗的时候 把破碎虚空练到五层 但即便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结果也是输多甚少 所以攻略上直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修改一下攻击力 把它给秒了完事 当时看到这段文字觉得特好笑 游戏总共有三种结局 最坏的结局是在决战的过程中 高点镜被打死 同时白玉莲也没有能找回来 传音成了孤家寡人 第二种结局是高点镜在决战中活到最后 这里有结局动画大家感受一下 是的我没有剪辑 整个结尾动画就只有三秒钟的时间 之后便出现一张静态图片 说从此之话 江湖上多了一位年轻高手 身背阔刀 使用各种融合自然现象的武功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直接跳回标题画面 连制作人名单都没有 而第三种结局是高点镜战死 白玉莲则得以突破一丝源 回到传音身边 同样是只有几秒钟的动画 以及一张图片 游戏结束 90年代中后期 武侠游戏的品质参差不齐 有像轩辕剑3 侠客英雄传3那样的超级好游戏 也有像星爵的双胶 鹿顶机2那样 虽说不够完美 但也算能够愉快玩下去的游戏 而破碎虚空不在这两种之列 他属于几乎玩不下去的那一类 如果没有读过原作的话 甚至连剧情也根本看不明白 后来我去找青鸟的老板娘聊了聊 她一个劲的跟我道歉 说浪费了我的钱 因为她跟我一样 当天晚上回去安装了这款游戏 然后也一样被极其卡顿的战斗给劝退了 老板娘当然不是有意的要坑我 那个年代网络极不发达 我们只能从杂志和网页上看到有限的介绍 哪可能百分之百判断出到底是神作还是烂作呢 我不能 他自然也不能 话说回来 志冠只是游戏的发行方 他的旗下有很多工作室 比如制作出金庸寻侠传的河洛工作室 也是志冠旗下的 因此不能因为一款游戏差劲 就说志冠出品的游戏都差劲 这个显然是不公平的 但对于这个制作组 我算是怕了他们了 破碎虚空里面有个隐藏地点 房间里的破烂机器人会问问题 答对了能够学会一个隐藏招式 他问的问题就是游戏的制作组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怎么可能答错呢 北斗星啊 兄弟啊 我记住你们啦 原本以为今后只要看到这个名字 一定会躲得远远的 没想到两年后 我又玩到了他们制作的另一款游戏 仙湖奇缘 据说这是他们用了六年时间 耗费了无数心血才完成的大作 啊等等 六年时间 也就是说在开发破碎虚空的同时 这款仙湖奇缘的开发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咯 如此看来的话 北斗星工作室的规模还挺大呀 仙湖奇缘谈不上有多精彩 打通之后呢 也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 但至少是能够玩得下去的 也讲述了一个还算首尾相应 还算不错的故事 制作组在两年当中的进步啊 有目共睹 关于仙湖奇缘的一切 今后有时间 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